行与拳打着接住以后直接进了 八卦是接住以后他手不动 那步子动了 一直到这边打了 这个行与太极八卦 这三大内加拳 它各有它的长处 各有它的特点 如果说用一句话概括 过去安老师就总结 他就用一句话就谱上的话 行与拳就是 这个脚踏中门多地位 就是神仙也难防 就是脚踏中门 或者叫多地位也好 有的脖上是抢他位也好 反正是占地方 八卦掌是任凭距离来打我 旋转变化经比身 就旋转变化 台积拳是 这个引进落空合计出 千动四两拨千斤 这是它的特点 你看行与拳说 这个行与拳说 脚踏中门多地位 就是神仙也难防 这个中门并不一定是 有的人说理解中间就是中门 说中门也 里门外门 说里门和鸿门 鸿门就是外门 我跨开以后走这 这也是中门 只要打你的重心的都是中门 脚踏中门多地位 就是步子要吃进去 你不要打了 你步子吃进去了 这才能打人了 当然后腿还要蹬了 我这后腿不敢上了 你比方说 好 你就顶住我 好比 我不是说光这么上步 你的手顶着我 不是说光这个脚往前这么迈 而是这个脚往他的后头去迈 往后头迈才能打出去了 是吧 那么不管怎么打 比如说打我了 走蛇形了 这么挑了也是 步子你得能上得去了 步子上不去 那人是出不去的 说脚踏中门多地位 就是神仙也难防 就是靠往里头吃步子 那么八卦呢 任凭距离来打我 旋转变化进彼身 好比对方力量大 那我们不用拳了 就是拿手好比 只是做这个意思 你手拖住我这个地方了 就推住这儿了 你要心一拳呢 好你这边推住了 你往上走了 往上拖了 一拖好好拿步子往里上 你拖 拖住啊 那就拿步子往里吃 是拿整个身子往上顶了 八卦是 他的力量在这儿了 我旋转变化进彼身 走两一步就 拿步子就走开了 拿步子走开 赶紧双方 后头去了 这就是八卦 八卦是拿步子去转 手不用动 就好比打野一样 我心圈的打的 接住以后直接静了 八卦呢 是接住以后他手不动 拿步子动 那一走这边打了 这这这 开机拳是 引进落空合计出 千动四两拨前进 好比他推我 推了 我不计不是步子 也不是拿 拿身子往里挤 也不是拿步子往开转 是拿腰 他这 引进落空 所以引进落空 合计出 推你了这个地方 引进落空 先是往它空 然后合计出 然后打出去了 这都是 所以说这就是三个的区别 练习行义拳要注意什么 打长一点 肩膀压下去 就是冲的时候 压肩松压松链 就是沉肩 沉肩我把这个字加了重一点 往下压肩冲出来 泡票往上打 一次又压肩里 再打一次又压肩里 这个地方不可以踢起来 不可以送起来 是吧 沉得很重 对吗 坚决不可以抬起来 把沉肩坠走 走最下距 好像这个走过去 踢一百斤压了 然后步伐沉稳 不要打成这种 这种步伐出来 这种步伐出来 很稳的 啪 很稳的步伐 给人家看到你 落地生根很稳 扎到地下